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项目 瓜达尔港有着皇冠上的珍珠的美城 足以见得该港口对于这条走廊的重要程度 但就是这么一个中巴都高度重视的港口 日前却出现了一场意外 位于瓜达尔港附近的油库突发大火 猛烈的火势在几分钟内快速地蔓延到了海岸线 还波及了停靠海岸线上的快艇 巴基斯坦当地官员称 大火至少吞没了四个油库和七艘停泊在吉瓦尼海岸线上的快艇 而这些大型油库里有着数千升汽油和柴油 造成的损失至少数百万巴基斯坦卢比 知情人士表示 这些被烧毁的油库原先是用于存放从伊朗走私的使用 虽说目前没有明确的消息表明 这些被烧毁的油库和快艇与中方的财产相关 但此事发生在瓜达尔港就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毕竟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项目 除此之外 该港口目前还是由中企经营和建设 2013年2月 巴基斯坦将该港口的建设和经营交给了中方 到同年5月份 中巴达成协议 共建中巴经济走廊 连接瓜达尔港和新疆 到2015年 巴基斯坦与我国正式签订该港口43年的转租协议 所以这场事故也可以说是发生在我们中国企业的土地上 至少目前还是 而引起火灾的原因也众说纷纭 有一种说法是 发电机短路引起的大火 而另一种说法 则是将矛头指向了长期以来 在巴基斯坦比露之省活跃的恐怖分子比露之分裂军 虽然目前尚未有直接证据表明 但臭名昭著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比露之分裂军 无疑是嫌疑最大的潜在作案对象 因为在过去数年来 这个恐怖组织已经多次对在巴的中国公民 以及中国在巴展开的项目下过毒手了 今年4月份就有一件令全体国人都感到悲痛的事 那就是卡拉奇大学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 预期对象是校园里的三名孔子学院的中方老师 而幕后凶手正是比露之分裂军 因此深知瓜达尔岗对中方有多重要的比露之分裂军 也有可能策划了这一起大火事故 目的是制造瓜达尔岗存在着所谓的安全隐患现象 从而畅衰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恐怕还不只有比露之分裂军这一个威胁 让我们结合另一起事件来看 此前发生在喀布尔桂园酒店的恐怖袭击案件 作案者是所谓的伊斯兰国呼罗山分支 考虑到这起事件特殊的案发地点 挑在了中国人开的而且中国人聚集的酒店 很明显 ISKP就是冲着中国人员去的 而巴基斯坦政府此前曾向阿富汗提出过 希望邀请阿芳加入中巴经济走廊的想法 但在ISKP屡次三番明目张胆的恐怖袭击之下 即便塔利班政府有心也无力接受巴方的盛情 当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如今瓜达尔港发生的油库爆炸事件 这起事件虽然和喀布尔桂园酒店袭击事件之间 没有直接联系 但很不巧的是 他们无疑都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产生了 或间接或直接的负面影响 考虑到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上 至关重要的节点之一 这个地方所燃起的熊熊大火 自然更容易引起外界的关注 无论真相是哪一个 这起事件也给中巴都提了一个醒 那就是有人在刻意破坏这条走廊的和平与稳定 而这也是往后中巴都要提高警惕的方向